哈囉 歡迎回到阿伯的頻道 那今天一樣 散花拖鞋欄 最近阿伯家拖鞋欄開了很多盆 所以趕快 趁他花 還沒卸之前趕快 拍個影片上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這一盆的話 名字也不可考 因為當初跟店家買的時候 他就是沒有名字的 店家也不知道什麼名字 那 後來我去查 也查不太出來 相關的啦 他我覺得 應該有可能是弱勢跟 菲律賓交配出來的 但是因為個體上的差異 會有所不同 像這個花這個虛 他沒有很長 跟之前阿伯拍個影片的那個 菲律賓 叫弱斯有差 他花也比較沒那麼黃 蛤 沒有很長 也沒有說很卷這樣子 他的樣貌比較 比較接近 要接近 洛斯拖鞋 但是因為他的這個鞋子這個地方 不夠紅阿 所以他不是洛斯 那我只能斷定他 他可能是洛斯 跟菲律賓 交種交出來之後 但是因為他 可能洛斯的基因比較 多一點 所以他就變成這個樣子 跟菲律賓也是有點像 然後這個尤其是蓋子這個地方 這個花紋很像 再來這邊虛 稍微捲曲而已 稍微 那洛斯的話是沒有捲曲 他是直直的 直直尖尖的這樣子 洛斯 然後這邊會很紅 是洛斯 但是這一顆沒有 這個 這邊偏黃 然後這邊有點QQ的 稍微一點捲 所以他不是 純種的洛斯 那這一盆 跟蜘蛛也是很大 花 花這麼大 那他的盆子比較特別 來給你們看一下 當初賣家 他放在 他的那個 園藝店裡面的時候 他就是用這個 蛇木桶 種子 然後釣著 然後原本旁邊有搭配很多根的那個石壺藍 後來買回來之後 把那石壺藍全部拆下來了 另外種 因為 阿伯比較喜歡一個品種一盆 不喜歡說 雜雜的 很多東西黏在上面那種感覺 那這一盆我也是種了 差不多 五六年有了 也是當初我剛 入坑 拖鞋了的時候 到處亂買買回來的 因為當初我買他的時候 他是沒有花 沒有花的 那我只是問店家說 是有虛的嗎 他說是 那我就把他帶回來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 他的花到底是怎樣 所以 變成現在 阿伯家有很多的鞋籃 蠻多的品種都很相似 都是交配種的 比較沒有原生 原本那種原生種的 因為當初買的時候 我都沒有問是甚麼品種 他可能店家也不知道 他就知道是鞋籃 那當初 他們從 盤上那邊拿來 有花 可能久了 沒開了 他們也忘記他的花長怎樣 只能大概跟我敘述 那我是 就是隨便買 買後來種就知道了 那這一盆也是熬了 兩三年 才開花 後來這是每年都會開的 蜘蛛非常大 你看 很大 真的很大 很大一株 所以基本上 你在種某一些 長虛型的拖鞋籃的時候 要考慮到你家的空間 要有地方可以放 那這一盆一樣 很好種 我差不多四天澆一次水 那因為他是用 神木桶 所以他水分的征戰速度 又比花盆還要快 非常多 但是因為 其實鞋籃還蠻耐旱的 你不用擔心說 他會缺水什麼的 所以你也不用說 每天要去擠這牙膠水 那這個 神木桶裡面的戒指 就一樣很簡單 他就是一般的 藍石 去園藝店買那種綜合的蘭花的 植材 藍石啊 樹皮啊 那些混合的 那我是都沒換過 因為我不知道怎麼換的 因為 他的根應該也都是 扒在那個 蛇木桶的表面 如果用力拉 把他拉出來換盆的話 那一定是會傷到他的植株 一定會傷得很嚴重 因為他的根 是扒在木頭表面 一定是扒得非常非常的緊 所以 基本上這一盆 要我換盆 我覺得有點困難 所以我乾脆就是 放棄了 我不換了 好 看一下花 這盆的 這個種類的花 也是蠻大的 只是說 造型不是那麼的 霸氣啊 你知道嗎 這是順 沒有很長 然後 有一點樸素 跟其他品種的 比起來的話 因為他的順也沒有特別長 也沒有特別卷 很樸素的一個 大型的拖鞋籃 那他的花梗 每年差不多就是來 差不多是三朵 三朵到四朵 這樣子 沒有再多了 每年這樣種下來 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三到四朵 那他的花期 看天氣 如果天氣非常非常的熱的話 他會 卸得比較快 如果天氣熱又加上是那種 天熱風大的天氣 那他花梗的速度又會更快 那如果 溫度稍微在低點 二十幾度 二十五六這樣子 稍微在低點 不要過三十的話 他大概可以 花期大概可以維持 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 算是還蠻久的 那在這中間 你如果有 澆水澆到他的話 也是會讓他的 花的壽命 提早結束掉 所以這些都是一個 小巧的技巧 你要維持花的 壽命的一些方法 澆水 溫度 濕度 都是有關係的 還有太陽 有沒有讓他 直接燒到太陽 也都會有相關 都會牽扯到花的壽命 好 好 這盆好不好重 這盆非常非常好重 你就是不要讓他太濕 好 那剛好因為他用了這個 蛇木桶啊 水分增散 增散的速度 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我大概四天交一次 也要OK 還有時候 八天再交一次 好他也沒事 好所以 基本上斜蘭 不怕乾啊 但是 怕 長期太悶濕 容易爛根死掉 好記得這一點 任何的植物都一樣 你如果一直讓他 處於在 很濕的環境 除非他今天他是雨林植物 像那種火荷類的 光葉植物 光陰蓮啊 那類的雨林植物 那個濕搭搭的 那比較沒關係 那如果今天是一些蘭花 尤其是 蝴蝶蘭啊 氣根的 這種拖鞋 說氣根也不像氣根 又很容易被悶到的 這些你都要注意 盡量 能讓他乾 凝乾勿濕 記得這一點 非常重要 然後環境 通風一點 如果環境 沒辦法通風的話 那就是 澆水的次數 少一點 讓他乾個幾天 你再一次澆透 這樣會比較好 對植物來說 成長比較好 不容易爛根 你種的也會比較 有成就感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 先到這邊 記得幫我訂閱 開啟小鈴鐺 那你如果喜歡的影片 幫我分享一下給你朋友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